怎麼需要 警方踹高紅色房門 鎖鏈硬身斷裂 浴室透出燈光暗藏玄機 果然找到醫生不整的巡方客 而另一頭 全程錄音錄 警察依法使用強制力 這會不會開的手 我去拿 滅火器破門 木門框直接斷裂 警方入內搜索 再度查獲印招女子 台北市中山分局警方 接過檢舉 在錦州街一間飯店 有印招女子出沒 申請搜索票上台 將可疑客房一一清查 才發現整棟六層樓的飯店 竟然有14名女子從事印招 儼然就是飯店型印招站 民眾檢舉是自稱說 他的父親 經常到該處飯店去買村 製作他的談話筆錄之後 向地檢署申請搜索票來執行 一共有11名大陸籍女子 跟3名泰國籍人士 遭到警方帶回 每個人都帶著行李箱 在仲介來台之後 直接下海接客 飯店業者堅稱不知情 但整棟樓幾乎淪為營窟 警方不予彩信 將一干人等全部送辦 記者陳維萱 陳志根台北報導